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应勿撒死女友两岁儿子 警方全程通缉嫌犯 早前接受半导电视台访问 指控我国不仁道对道外劳的 25岁孟加拉男子拉罕卡币 昨天晚上被遣送回国 新冠肺炎笼罩全球 世卫再次促请各国携手合作 善用科技放言两年之内结束疫情 雪兰儿一名印翼电照车司机 疑似和女友吵架之后 向女友年仅两岁的儿子下毒手 以应勿中击小死者的后脑勺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26岁的嫌犯是在昨天晚上11点 趁着23岁女友出门购买食物的时候 对付小死者 女友回家之后就发现 嫌犯已经不见踪影 儿子已经不省人事 虽然第一时间将儿子送院急救 但为时已晚 验犯lic شər 宿路任远 report 宿路任远 死者的四因还要等待 POIN报告出炉 不过警方已经公布嫌犯的照片和轿车车牌 展开全面通缉 嫌犯驾驶第二国产车蓝色Bezza轿车 车牌是VCT4191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来调查此案 并且促进知情者提供详情 霹雳士林州议席补选开打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指出 几十年来当地许多民生贺题依然无法解决 他说选民是时候换一换口味 也是安顺国会议员的尼可敏 今天早上在太平出席活动后 促请士林州议席选民 把神圣的一票投给真正能够为民服务的人民代仪式 选民已经给了巫统63年机会 如果不满意可以换掉 早前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 指控我国不人道对待外劳的25岁 孟加拉男子拉罕卡比 昨天晚上正式被地界出境遣送回国 拉罕卡比昨天晚上9点 在移民局官员的押送下 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随后他乘搭晚上11点的马航班机 飞往孟加拉 而他离开之后 从此再也不能够踏进我国一步 拉罕卡比因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受访时 指控我国政府在行管令期间 不人道对待非法外劳 结果遭到我国警方通缉 上个月24号 他在文良港被捕 移民局完成调查程序之后 决定将他驱逐出境 终身不得再入境我国 林国新加坡宣布放宽入境限制 从下个月开始 我国旅客入境新加坡所履行的居家隔离通知 将从目前的14天缩短到7天 新加坡抗议跨部门小组昨天在记者会上宣布 来自比较低风险国家的和地区 也就是中国、澳门、台湾、越南和澳洲 但维多利亚州除外的旅客入境新加坡 只需要旅行居家隔离7天 结束时接受检测即可 同时从问来和纽西兰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如果入境前两个星期一直待在张地 那他们抵达新加坡之后 就不需要旅行居家通知 只需在机场接受新冠肺炎检测 结果成阴性就可继续在新加坡活动 旅客需要在入境前7天到30天之内 预先申请航空通行证 并且自行承担不幸染疫的医疗开支 访客可从9月1日起申请通行证 最早可在9月8日抵达新加坡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超过2200多万宗 并且有79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 在疫苗问世之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 总干事坛德塞表明 如果各国携手合作 善用科技 疫情有望在两年之内结束 另一方面有报道 南非出现贪污行为 导致医护人员无法获得足够的医护装备 来对抗疫情 对此坛德塞严厉谴责 还形容贪污不但是犯罪行为 也等同是谋杀 因为除了让医护人员 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也危害了新冠病患的生命 无论任何地方都应该避免 自从新冠肺炎大爆发以来 病毒是否源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说法 就受到各方争论 更有阴谋论 指中国隐瞒了许多关键信息 不过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专家 石正丽 最近在接受中国官媒央视访问时 再次否认说法 宣称实验室严谨的作业规格 已经把病毒泄露的几率降到最低 他更公开时间线 强调在病毒爆发之前 武汉实验室之内 根本不存在新冠肺炎病毒 武汉去年十二月出现病例至今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 专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专家 石正丽处于舆论漩涡中 有人指病毒正式从他们家研究所泄露 石正丽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专访 否认指控 石正丽抛出时间线 解释他的实验室 首先是在十二月三十号 从武汉一家医院 接获原因和信息都不明的肺炎样本 隔天 他们从样本中检测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之后就开始寻求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以及分离病毒 过程反复测试 查核 目的就是分析寻求根治方法 他说在大流行动荡时期 各国应该汲取教训 惯性保留一些疫苗和药物 至于他关切的也包括彼此合作 他表示目前优先事项是研发疫苗 防止这场世纪大瘟疫继续肆虐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多国持续延烧 但在最初的爆发地武汉 当地最近就举办了长达一个星期的武汉啤酒节 吸引了超过十万人参与 根据央视报道 武汉街头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喧嚣 商业活动逐渐复苏 武汉人暂时放下恐惧和悲观 举杯畅饮 很多地方走下发现 大家都每个人都是 已经把整个软奶的那种恐惧 或者说不好的事情都已经放下来了 活动防疫不松懈 民众依然必须扫描二维码 登记健康状况 这场作为武汉解封以来 重点筹备的大型娱乐活动 是为了刺激夜间消费 现场也设立了许多展示区 让农民能够从中收获 韩国因为爆发教会感染群连续第九天 出现三位数病例增长 过去一天暴增332宗新增病例 累计1702人感染病毒 数据显示新增病例当中 有315宗是社区感染 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地区 其中首尔市就有127宗 经济道则有91宗 至于首尔爱地医教会感染群 已经累计723宗 其中的100宗更是多带传播 而光化门集会群组 则累计71人确诊 韩联社报道 疫情已经从首都地区向外扩散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大爆炸 造成惨重伤亡 这让当地原本就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而面对巨大压力的医疗体系 严重超出负荷 随着当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节节攀升 当地政府如今再次颁布 长达两个星期的封城和宵禁令 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贝鲁特犹如一座鬼城 封锁令的实施并没有影响 当地的亲历和救援工作 每天从晚上6点到隔天清晨6点 长达12个小时的宵禁 导致街道显得更加冷清 黎巴嫩目前已经累计 1万1580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一共有116人染病死亡 美国加州野火狂烧至今6人死 还有17万人惊慌逃命 稍后告诉您详情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疑似 中毒昏迷之后 非政府组织早前安排医疗专机 打算将他送到德国治疗 但是俄罗斯医院拒绝放人 不过纳瓦尼已经在星期六早上 乘搭专机前往德国就医 根据美联社 这架飞机是在星期六早上8点 从西伯利亚机场起飞 他在俄罗斯的主治医生表示 纳瓦尼的大脑已经处于稳定状态 没有生命危险 于是批准他到德国就医 纳瓦尼的盟友和支持者 宣称纳瓦尼之前在乘搭俄罗斯国内航班前 喝下了一杯有毒咖啡之后就出事了 美国总统大选敲响战鼓 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继续把炮火对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他宣称如果拜登胜选 中国就会拥有美国 中国就会拥有此意归 中国不是任何东西 中国有了윤为 中国贡献他的国家 他们贡献他的国家 他们贡献他 我们本来不让我们让他有任何事 拜登之前抛击特朗普让美国处于黑暗 形容自己是光明使者 特朗普反击称拜登当选会是美国最大的噩梦 他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一场活动上 抨击拜登只看见美国黑暗的一面 忽略了美国在疫情期间的经济复苏迹象 以及疫苗的研发进展 他认为拜登当选 美国经济将陷入萧条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亲友星期五 在白宫为他的乙国弟弟罗伯特举行葬礼 他和家人一起目送弟弟的灵鹫离开 之后他在推特上发文祈愿 罗伯特能够安息 在哀悦中 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目送罗伯特的灵鹫顺着白宫北门的台阶而下 然后安置在灵车中离开 罗伯特这个月15号在曼哈顿因病去世 终年71岁 不过当局没有透露他的死因 美国加利福尼亚因为热浪和雷击引发的灵火持续扩大 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火吞噬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丧生 上百栋建筑被烧毁 一名司机在高速公路开车逃命时 行车记录器拍下了公路两旁野火狂烧的景象 仿佛人间炼狱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野火肆虐 至今燃烧面积已经达到3100平方公里 超过一个罗德岛的大小 其中三番市南部和东部的山区野火最为严重 当局透露到昨天为止 部分地区的野火规模翻倍扩散 目前已有17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场大火不止在深山野岭延烧 如今公路两旁也能清楚看到狂烧的大火 一名美国人开车穿梭在128号公路 行车记录器拍下这个惊人的一幕 仿佛开往人间炼狱的通道 画面清楚显示 除了中间的柏油路 道路两旁都被大火无情的延烧 在昏暗的黑夜呈现明亮的晨光 部分路段更是被熊熊烈火中断 空中也飘散零碎火花 司机赶紧寻找其他道路 逃离险境 根据统计 这场野火夺走至少六条人命 烧毁上百栋建筑物 当局出动超过一万名消防员铺救 不过野火在陡峭等 难以接近的位置燃烧 加上强风助威 灭火工作难度更大 虽然当地气温预计星期五有望下降 但气温依旧偏高 消防局认为强风还会继续助长野火 延烧至更多地方 加州州长纽森形容 这是一场重大灾难 多年已经不见这种大面积野火 他敦促总统特朗普尽快签署 重大灾难声明 除了美国 巴西西部被誉为全球动植物生态系统最密集的潘塔纳尔湿地 近来也爆发大火 一只宾威的美洲虎不止栖息地被毁 身体还被大火灼伤 拯救人员发现之后的第一时间将这只美洲虎送院治疗 安顿在安全的地方 消灯人员出动直升机将受伤的美洲虎 运送到首都巴西利亚接受治疗 消防单位和兽医同时也赶往潘塔纳尔湿地视察 将失去栖息地的其他野生动物安顿到新家园 根据巴西国家太空署 这片全球最大的热带湿地 过去12个月发生超过7700起大火 被烧毁的面积超过9200平方公里 报告还指出大火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三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国家动物园传喜讯高龄大熊猫第四次产下健康幼崽 稍后一起去看看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传来喜讯 旅居美国多年的大熊猫美乡 星期五生下一只健康幼崽 为动物园增添新成员 原方透露 这已经是22岁的熊猫美乡第四次生产 熊猫宝宝的性别目前还不清楚 对动物而言它算是高龄产子 也很大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生育 动物园几天前才通过超声波确认美乡已经怀孕 并将照片发布在网络上 让许多动物爱好者惊弄不已 根据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协议 美乡之前所生的三只幼崽 全部都已经回到中国 美乡和熊猫爸爸天天 也将在明年12月返回中国 过去35年 熊猫数量有所增加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已经将大熊猫 从宾威分类为一以威 目前在中国自然栖息地 存活的熊猫接近2000只 而世界各地动物园 和繁力中心的熊猫 有大约600只 换个焦点 在疫情笼罩下 弱势群体的生活雪上加霜 尤其是外来移民和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 连同国内多个民间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 就准备了5000份女性个人卫生 及基本尊严工具包 派发给这些群体 协助他们改善个人卫生 确保基本尊严受到保障 以联合国难民署为首的组织 日前举行签署仪式交接工具包给本地机构 这些工具包全部都是联合国世界人口基金 难民署和世界粮食规划署共同采购 除了基本的女性卫生用品 当中还附送了一本集结六国语言的手册 内容包括性暴力 生育健康等教育资讯 这是为了确保弱势群体的女性 保障个人卫生之外 也有性别观念 学会自我保护 免疫卷入性暴力漩涡 今年的家市德年度拍卖活动中 有一块来自月球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陨石 成为一大亮点 拍卖行预计 这块陨石将会以50万美元 相等于超过200万令吉的高价售出 家市的科学和自然历史系主任表示 这块陨石是在撒哈拉沙漠的月球田间发现的 能够将来自月球的碎片卧在手里 让人感觉非常神奇 他也解释说 有些陨石虽然看似普通 但其实拥有45亿年的历史 大约就是宇宙年龄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地球上 所有已知陨石的总重量 小于年度黄金产量 因此比起价值连长的黄金 陨石更显得稀有可贵 由于疫情影响 拍卖会只能透过网上进行 截至日期是8月25号 红遍全球的韩国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时隔半年再推出新曲Dynamite回归歌坛 这也是他们第一支全英文歌曲 先我们最后来听听这首加入寒流元素的英文歌曲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叶建峰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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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